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 我马上过去 怎么了 有什么急事 我慢点出了点情况 我得过去一趟 我跟你一起去 好 阿姨一定是想你了 你一来 她的血压和树脂就稳定了 下着我们买束花 再来看阿姨吧 好 当时 你一个人一定特别难熬 要不是我 估计她也不会倒下 当时在我爸的葬礼上 那些讨债的人逼着我下跪 我妈一直拦着我 挡在我面前 她不让我跪 说这是我们家 最后的一点尊严 你跪了吗 跪了 在我跪下去的时候 我妈也倒下了 从那以后 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一个没有感情 没有眷恋的人 我只有放低我自己 什么事都做 什么活都接 只有这样 才能换上我们家欠的债 人不可能没有感情的 你现在有我了 好 秦某阳 我会照着你的 你的身后 不是公为一人 你说过 如果想哭的话 就哭出来 会不会让你好受一点 你什么都不用做 就这样就好 听我说 一会儿我给你指令 你去往后面跑 能跑都快跑都快 千万别回头 绕到后面找到车 马上开车走 听明白了吧 怎么了 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 照说的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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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去 fund 我是在所有的 我我好像也确定 越多于由美国 你受伤了 八九了 没有 我来不及 我故意把大灯打开 想着捏着光他们看不到我 用手机放到警笛的录音 学聪明了 我们先走了 我怕他们回头 疼吗 不疼 好了 这样真的没事吗 不会感染吗 要不我们还是去医院吧 放心吧 忘了这个了 要真是感染的话 我还会坐在这儿吗 放心吧 我是专业的 你怎么什么能会啊 今天那个人 是来杀我的吗 她们是冲我来的 冲你来的 为什么 像我这样的人 惹到是很正常 你还会先走了 行通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要出了什么事 不在你身边了 你答应我 不要再找池山杀人的证据 直接报警 他可能因为欺诈罪 会被判个十年或者十五年 但就到此为止吧 你要把自己可能受到的伤害 降到最低 忘记这些事 找个地方重新开始 你 你在说什么 我不能答应你 你心疼 我不能答应你 因为 因为你不会有事的 秦某瑶 你一定不能有事 我要跟你一前补充协议 我 我规定你不能有事 你要是有事 我就把你的工资扣光 好 我答应你 我不会有事的 很好 我也要 你 失去 时时变化无常 眼里失去了光 该怎么去掩饰慌。 如何能不舍方 是否可以原谅 深爱的人都在说谎。 谁又陪在身旁是一片空旺 只能用直接去丈量 爱指引的方向会不会是假象 慢慢陷入无形的网 你要玩到什么时候 还能发这么大的话 看来伤得不严重啊 痴展 你有本事在我一个人的时候动手 秦母勇 你是不是搞错了 在我给吉行辉的契约上 是你和林心彤两个人的名字 你们谁也逃不掉 我告诉你 你要敢动他的话 我让你生不如死 那我倒是要看看 你看你有多大本事 你能护着他 那你妈呢 你说什么 很生气啊 那你求我呀 你知道吉行辉的规矩 雇主不说取消 他们就会执行到任务完成为止 怎么样 你求我呀 你试试 痴展 你别欺人太善 我没什么心思跟你玩猫鼠游戏 吉行辉的规矩 我知道啊 雇主死了任务自动取消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别别别别别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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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冷静一点 我们俩各自都有对方的秘密 本来应该和平相处的呀 你瞧吧 我们俩做个交易怎么样 书 一 我要你手上 全部弘腹的股份 二 离开林家 从零星同的身边消失 两个条件两条人命 公平吧 我还有 我那六千万 就不要了 全都给你 我不可能离开林心同 我不会动他的 能轻而易举拿到鸿福的股份 我何必大费周章动他的 好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 等我确定你能兑现你的承诺 秦莫瑶 你已经骗了我很多回了 你已经骗了我很多回了 这次 你不打算拿出你的诚意吗 你认为 你就很可信吗 这样吧 我让他们先停手 三天时间 你从零星同的身边消失 我们正式消息 我们正式消息 好